這裡是位在北市松山區的健康公宅 在2018年風光入住 但是有住戶就投訴了 他跟公宅簽的合約是三年一簽 原以為可以安心住三年 卻沒有想到 就在隔年這住戶因為多領了 一個月的年終獎金 讓他沒有符合財稅標準 公宅在1月通知他 3月取消資格要他搬離 辛苦工作一年拿到年終獎金 本該開開心心 卻落得搬離公宅下場 最慘的是住戶入住時 家具都是自請添貢的 剛買不久就得再搬家 有這道公文的住戶 前後大概是一個月的時間 就要求他們要簽出 那當時其實時間點又剛好卡 但是農曆過年 本來因為要一段時間 那你現在臨時因為說 人家有個獎金就叫人家搬走 人家有時候沒有預期 然後要臨時去找房子的一些 也不是很方便 入住不滿三年 就遭取消公宅資格的 台北市議員表示就有進百戶 原來問題出在公宅的財稅標準 住戶的家庭成員規定 近一年收入要145萬元以下 平均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最低生活費 約5萬6550元 但這不僅算入本心 年終或是獎金都要算進去 而且是一年審查一次 不努力才能獲得年終獎金 那不努力的人就沒有得到 那因為我努力 這個一個月被趕走 我覺得是不公平 詐騙緊張就沒有保證入住三年 然後你不是說讓年輕人進來住以後 他們可以好好賺個錢 賺了錢以後再搬離開 那我還沒有真的完全賺錢 我不過才多一點點的收入而已 你就趕著急著把我趕走 對此北市都發局表示 入住後財稅標準不符合 不會逼住戶搬走 而是租金恢復試駕可以住滿三年 但對住戶來說 住進公宅就是想求安穩 無奈標準嚴苛 可能隨時得打包走人 這新聞小溫暗語談報道